DIF,DIF7月30日,日本新一带二敦大区27DDD在横并下水并命名,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其实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日本终于又下水新的导弹区逐渐了啊。 这艘采用燃电混合的新简,排水量比上一带大大级的满载排水量更大一些,已经达到了10250吨,就还没说是不是标准排水量。 按照日本喜欢麻报的特性,这也让人有了亚洲第一件似乎变主的感觉。 不过,实际上来看日本这么久,才造好的新简,再对比我们的055舰,其实已经让我们对曾经仰视的日本海自舰队,如今可以平视它们了。 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实力突飞猛进的时期,也是中日海上力量开始彻底失衡的时期。 进入90年代,中国最先进的海军舰艇还是正在船五舰设中的052型驱逐舰首舰哈尔滨舰,其姐妹舰青岛舰还要了两年之后才开工舰设,与这两艘舰同样装备了进程防空导弹,四艘053HRT型导弹护卫舰,此时也在紧张的舰设中。 在已经现役序列中,051型驱逐舰,仍然是人民海军的顶梁柱,对关于当时中国海军的顶梁柱051型,谢昏记与娱乐圈的某神秘人物表示,在当时美国海军参观我们舰艇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这是我见过保养最好的古董。 这句话的真在我们不去质疑,但是我们总觉得这样的评价并不专业。 这里我们引用曾在1980年来观访问,并参观了当时我军几乎所有最先进装备的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评价051型的话作另一个方面的专业例证。 布朗说,这,这38级航速,是一个听上去非常高的航速,简直和苏军的56型火炮区逐渐相当,比美国新式斯普鲁恩斯急区逐渐还要快一点。 不过051型舰的5倍和电子仪器不能与美苏新式军舰相提并论,与此几乎同时,在1987年12月,初步走出了与美国达成的广场协定的阴霾。 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日本,批准了其新一代导弹驱逐渐的建造计划。 这里的新一代导弹驱逐渐,即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金刚集。 1990年5月8日,金刚集首舰金刚号开始船务建设。 1993年3月25日,金刚号建成服役,这使日本成为了世界上弃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肉丝顿舰的国家。 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日本海上自卫队又陆续接收了三艘同行舰,一月成为海军舰艇质量最高的亚洲国家。 DUF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先进舰艇的对比大据如下。 中国海军共拥有三艘先进导弹驱逐舰,分别是052型的哈尔滨号、青岛号和其精神驱作。 采用外南机征器作为动力的051B形身正好。 除了这三艘驱逐舰外,中国海军装备了防空导弹,自舰艇仅有四艘053H2D型和四艘053H3型护卫舰。 作为对比,日本海上自卫队即使仅计算舰临不足十年的主力舰艇就由,四艘金刚及肉斯顿导弹驱逐舰,五艘招物及驱逐舰,四艘船旅及驱逐舰,DUF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中国海军都无法同日本海上自卫队相起并论,数量自不必说。 在质量上,当时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167号深圳舰牌水量仅6000余多,其装备的最先进武器已仅有一座轰奇机仅成防空导弹,四座英机8系列打舰导弹,从整体作战实力来看,当时的中华第一舰仅由于上世纪60年代,日本建造的山云积驱逐舰,甚至比不上其80年代初建造的珠雪积驱逐舰。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